刘凯威,杨幂离婚后,各自面对媒体的状态,耐人寻味,杨幂在机场被人拍到,全身裹紧眼神冷酷隔着屏幕,都感受到了,对镜头发冷见,另一名刘凯威也被拍到了, 插都单肩挂着翻博包,看起来轻松又悠闲,当然也可能是气温环境不同造成的错觉,毕竟北京暴了,不过严实等于自杀刘凯威在香港据说,南方在冬至的时候,还热得跟夏至一样,刘凯威也确实很愉悦记者涌上去,问这问那,她也停下来跟大家聊了几句,还说,买了几张咖啡带金券今天,刘凯威再次在香港被偶遇, 而且还抱着小糯米身后跟着她的妈妈,祖孙三人一起逛商店,貌似刘家并不介意小糯米的样子,被公众曝光这也是离婚后,刘凯威首次带威现身父母陪伴孩子,应该得到表扬才对,但是刘凯威好像很特殊,她每次带威都被部分网友批评,批评她毫不顾忌孩子被曝光不懂得保护孩子,这次更是严重网友觉得她居心不良, 离婚封工还未完全平息这时候,展现爸爸历代着小糯米上的热搜是在企图什么,然后有时候连自己都没琢磨透呢, 就对被人指指点点刘凯威到底是何居心,无法妄自揣测但抛开这些,最但第一条说的这个道理没有错啊, 而且离婚不离婚刘凯威带孩子是一直以来的事实,对外人来说,现在是敏感期,但可能对她来说,孩子该带还得带, 该去商场玩耍,还是得去玩小糯米半岁的时候,她就带女儿去上早教,在一堆妈妈群里很是眨眼那时候, 夫妻关系还好着呢,没人质疑,这是刘凯威居心叵测,之后,刘凯威带孩子就成了常态, 隔三差五,就能上回新闻,就跟刘丹隔三差五,要像媒体汇报儿子媳妇的婚姻状态一样, 现在,刘丹老爷子,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相对应的杨幂,很少被拍到带娃, 她的行程也不允许她带娃,如果这是夫妻的分工合作外人,更没资格评价思想一下, 如果两人身份互换刘凯威是个工作狂杨幂,常常被拍到带娃, 或许,大家就觉得,正常了刘凯威,也确实掩饰不住对女儿的爱, 微博简介都不忘带着小糯米说,在产房的时候,就欺了女儿,夺走了她的初吻, 这绝对是女儿控的标准台词诈,为给女儿祈福三年吃素,甚至有了女儿就戒烟了, 在片场一有时间空下来,就跟女儿视频视频的时候,还会莫名其妙地哭, 杨幂在感情明显有了变化之后,上过一期访谈节目,描述刘凯威提到三点, 拼命工作很爱糯米很温和有失业心,又兼顾家庭还性格不错